教育協會的各位會員,吳醫師長 我是陳宏烈 以前在能量醫學會的時候,我常常出面 跟裡面很多朋友,還有甚至有我的病人 但是在五、六年前,我就大部分時間就放在大陸 如果離開協會裡面,就很少參加 我到大陸,我的感覺 大陸這個國家是一個唯物論的國家 你的東西不是馬上見效的,它不要用 它是唯物論,你可以講那麼多理論,講那麼多很抽象的東西 它不會接受的,它不接受的 那我在那邊,做了五、六年 其實我的發展真的很迅速 發展是因為,就是鄭小平先生講的 你要會抓老死的貓 你要抓得到,你抓不到的話講那麼多都沒用 就是要抓老死 我在那邊,認識了不少綜藝師 但是這些綜藝師變成我的學生 我相信,國民市長這次也跟我去大陸去上台 會看到啊,很客氣 給你揭櫃 好 這個是大陸的綜藝人 你東西沒有給它,它沒有你插 很奇怪喔 大陸的,你如果買一塊、兩塊 你買,你問路,一直跟你說 你如果沒有買東西,你問,它就不會插 這是綜藝人的國家 所以說,在這裡面啊,我在那邊 當然啦,也在他們的身上寫了很多東西 其實,我認為它不是奇人意識 其實我們在綜藝裡面啊,那些綜藝啊 出自地方 什麼叫綜藝 綜藝就是說,百老死世多了,你就會了 就是綜藝啊 因為你總是要把病弄好啊 我們目前是要把病弄好嘛 你不能弄不好,講那麼多有什麼用 你贏我 所以說,這是一個大陸普遍的現象 所以說,你看到很多台商啊 都回來啦,為什麼 你認真,沒有他們認真 錢沒有那麼多,能力也沒有比那麼強 都回來啦 我的工廠在操縱啊 十幾年前啊 台商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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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都很怕 但是呢,我告訴你 他們沒有白天沒有晚上 沒有禮拜六沒有禮拜天 每天都在拚 啊你今天說齁,你請的人要做 要用管理的方式 人家用家庭室跟你拚 看你打電影 你大家也要討論 大家也要討論 你成本你就輸了 因為他家庭室跟你拚 所以說 現在啦,爸爸上來 古早上都是拚的都精華地區啊 現在都看拚的就是平民區啊 所以說 只有差不多十年裡面變化那麼大 這個是我們台灣的隱憂啊 你,東西 這個東西很簡單的 你沒有工作的東西 你大陸在那裡 你沒有人家庭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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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我們回講過來 這是我在大陸 五年這裡面 我的感覺啊 呃 我們今天就進入我們的主題 如何把這個慢性病 把這個心血管疾病治好 呃 我們 在講之前啊 我們要探討 這些病怎麼發生的 當然啦 這些病啊 當然啦 我寫兩本書啊 一本就是排毒細胞修 這是我的論文取 其實這個論文啊 都一定寫來的 然後呢 第二本身就是 呃 這個 借我一下 好 就我聽心話 這個書啦 這本書呢 是一種 中西醫病核的 中醫跟西醫病核的 呃 西醫裡面啊 是講它的病理 因為解剖學 包括呢 這個我們講 急性病的治療 當然西醫是 沒話講啦 齁 它的推敲是沒話講 這是由病理寫來的 但是呢 你要治療 一定要中醫 這兩個中西醫 要把它研究的清楚 其實中西醫的病理是一樣的 但是唯一的做法是不一樣 現在 今天為什麼我用不用POPPOINT 因為我前兩天才割白內障 所以看不清楚啊 所以說我只用 我們不敢講說 我來 跟各位 我們這樣討論 我們用來 好像一般的 這個 來 來收銀 中醫 雖然病理 如果說 研究到拓撤的話 其實病理是差不多 做法不一樣 做法怎麼不一樣 往往 我們要去高雄屏東 要往南走 一個西醫是往別走 中醫往南走 這是對的 這兩個是不一樣 幾個例 最近我不是 前兩天在割白內障嗎 我十幾年沒有吃西藥 沒有吃西藥 齁 但是呢 他講SOP一定要這麼走 一來就先打針 校園 校園止痛就打兩針 然後馬上就叫你吃藥 我以前不吃西藥 不吃的 十幾年了 但是這個一吃啊 我告訴你 不一樣啊 怎麼講 會晚餓 脾胃就出問題了 晚餓 這個晚餓 等一下我會講 這個晚餓 帶中醫來講 是一個重病 這個是 我們講的 呃 武藏六五 失和失調失衡的一個來源 他是晚餓 但是晚餓 你要會處理啊 所以說病啊 怎麼講 靠自己 不要靠醫生 其實醫生也是有把你環境弄好而已 他沒有辦法把你病弄好 就要看自己啦 我就吃一個皮靶 你會做的話很簡單 不會做的話你會搞死人 一吃了 經過十分鐘 屁就來 就往下走 胃也要是往下 體要往上 對不對 你不能就倒反過來 因為什麼 胃裡面的吃髒啊 吃氣啊 不好的東西 你往上 第一個 經過這個 這個地方就出問題了 然後呢 就往上 往上心臟 膺脹 就出問題了 然後到火 火海就這麼來的 喔 你要往下 好 琵琶葉就是往下 啊 很好的 最好的方法 就是往下 就一直放屁 一直放屁就好啦 然後呢 晚上呢 這等一下我會講 齁 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龍骨 龍骨呢 旁邊有一個就是甲脊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膀胱筋 膀胱筋兩邊呢 你就自己躺著 也不用忍啦 就這樣 我 我們講S點你知道嗎 S點的這個 S點很好啊 他全世界大概有一百萬的信徒 如果他不好的話 沒有那麼多人啊 他可以治療病 但是我們講 治療是暫時的 治標啦 但是也是你治不了本 治療本的話 跟我配合起來 就可以治療 他是怎麼樣 他只有 暫時的環境 你治療病 你治療病 在心臟 直接過去的這個地方 你一按 我在 飛機上 救了 不少人 治療病 那個人 貪了 貪了 然後變暖了 齁 那個死亡的人 放了就不起來 冷燙燙 在裡面 從後面這個地方 過去 你一按 大概 大概十個九個都會醒 我遇到一個 就是貪了 實在是我 做了五次以後才醒來 如果說 你進去梗菜 如果說CPR 我跟你講 穩室啦 這個地方 賣完 在後面 縱翁在這裡 縱翁在這裡 這 我們講 叫做法頭夾擊療法 這個是真正的 原始點是來的 是法頭夾擊療法 很好用 當然 你飛腳問我說 欸 你又不是 你還有 大陸還有醫生的這條 你怎麼可以 其實我大陸就是 是醫護工作人員 因為他一直給你看 你才可以等 在 在飛機上 我救了不少人 救了不少人 你會做 跟不會做 那差太多了 你會做 很簡單 P8A就可以把整個 這個 如果說 你不會處理 永遠就 病變了 就 我們 適合水條以後 就病變了 但是你會做 很簡單 半兩勃錢金就撥掉了 所以說 這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 綜藝 西藝 怎麼病和的問題 我們這個病 重藝 尤其沒有力學 西藝做 講得太好了 西藝講你 登兵力學 講得太好了 但是 做 用西藝的方法來做 這兩個 這樣一結合的話 所有的痛 病 都能解決 都能解決 啊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 既然要講慢性變 我們講 慢性變怎麼發生的 你不懂他今天怎麼發生的話 無所談起 日本人講得最 最確定 他怎麼講 什麼叫慢性變 慢性變 它叫做心血管疾病 又叫做生活習慣變 這樣講得太透徹了 很簡單 心血管什麼 血管阻塞了嘛 血管阻塞了嘛 很簡單 你如果把血管阻塞的東西排出來 你就可以 好 第二個 生活習慣 對 生活習慣變什麼 你生活習慣不好嘛 你該睡覺 你不睡覺 好 所以大陸這種 我們早上 我去看 他那邊 那個上下班的時候 齁 那個時候真的是 怎麼用走 怎麼走 我們台灣人 像在休閒國家 齁 我們像成都 大家在度假 不一樣 那種 那種 空下生活 我倒不掉 他們老了 那個少年人 少年人可以這樣大 我們不可以大 那 那 現在我也打招 壓力太大 這是生活習慣 這不好啊 這個地方壓力一大的話 所以說 難怪 在中國大陸 10年前 它是糖尿病 全世界最低國家的事宜 現在呢,是第一名,唐曉冰 這個跟壓力,有一張絕大冠軍 所以說,自身氾氣病,只要壓力,是壓力 我們壓力的範圍,我們講了啦 範圍太多了啦,當然我們就一個壓力態度 就是說,我們人體所不能夠負責的,產生了肌乎肌 我相信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個說講,抗氧化 因為壓力來了,血管收了 血管收了,我們產生了自由期 為什麼自由期? 我們的血管壁,問題在血管壁 血管的內壁,這裡面呢,叫做血管壁 這個血管壁,很容易做自由期的氧化 一氧化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吃這些東西呢,我們叫做脂質 最後變成脂質 脂質,你不用勞動、運動 把它變成能量的話,會變成什麼? 氧化的脂質,叫做過氧化脂質 本來脂質是好的啊,變成血管壁 但是呢,你不把它養,因為勞動、運動 把它變成人妙的話,就變成肉供賣 以後呢,這個血管壁呢,它是往內喔 往內伸 往內伸 兩邊都往內伸 怎麼講?血管壁就是硬化 硬化的話 好,我們講我們幾個例子 我們的心臟 這好像一個褲子 這樣齁 這個是血管 這個血管壁是往外伸的 那裡面就土水流一樣,就是變成往內推 一推的話,就是我們講的 心臟梗塞 喔,就是心臟梗塞 所以說 問題在 在這裡 我們講的 你這個褲子沒有排出來啊 就是囤移在這裡 這些,我們只要去過氧化之子 但是過氧化之子來講 一般來講 這個血管壁不受氧化的時候 它是可以排的喔 它是可以排的喔 它自然會排的喔 是因為 你這個血管壁受了氧化之後呢 產生的一個後果 當然 這個是一個血管壁 當然 癌症也是壓力引起的治癒劑 治癒劑 它會影響到什麼 細胞膜 跟基因 那產生的什麼 病變 產生的病變 這是 所以說 最重要的三個原因 第一個 我們講 心血管疾病引起 然後呢 當然啦 癌症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量 然後我們再談 癌症也是心血管疾病啊 也是一樣啊 就是危險管疾病啊 兩個都一樣的東西啊 好 第一個 就是壓力 壓力 壓力引起的 第二個 現在人啊 剛剛我講 剛剛有談過 我小時候呢 我叫農家出生的 那些農人啊 早吃晚貴啊 衣服乾了又吃 吃流乾 不想吃吃肥啊 那個時候啊 吃 以吃肉 是過年過節啊 我怎麼吃都不錯啊 我問你 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人知道 什麼是糖尿病 沒有人知道 什麼三高嗎 當然 你會講說 我們還知道 啊不然科學好發達 人家發現不到 但是我用大陸的情形 來比較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相信了吧 我們這個年紀有嗎 以前怎麼知道 下年紀有什麼糖尿病 沒有啊 沒有人知道啊 糖尿病就叫做富貴病啊 就是營養過生 營養過生 營養過生 營養過生會產生什麼 我們講的過氧化之子 因為這個東西是 不用勞動 不用勞動運動 把他變成能量的話 他就變成過氧化之子 那你不用這個程序的話 有沒有辦法處理啊 當然 我講那麼多 你會講 啊你有帶別人好嗎 你問母醫師看看 星期更曬 三個月到半年 糖尿病 一年要一年喔 你糖尿病 心肌更曬 如果 你不中止 中 西藥的毒害的話 就好像癌症的三部期 一定是左手的三部期 不會變的 一定要停藥 你不停藥的話 就是那麼淒慘 肚子 啊不然現在 算 這樣 你沒有停藥 沒有辦法處理啊 但是呢 經濟更曬 我想你胡醫師說 很多啊 唐妖病 唐妖病 我大概 因為我哥已經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不去大陸 因為我都在大陸 我在台灣也有三個 一個是比較輕的 半年以內 就幾個啦 他比較需要 就可以幾個啦 第二個 這個 比較中型的啦 我們講就是乙病啦 呃 胃病啦 一個是胃病 一個是異病 差不多 中型 一個是 乙病 這個乙病 到什麼程度呢 7年 7年6月份 現在一直都要洗腎 跟大陸洗腎 現在很不錯 而且現在 處理到八個月 到目前來講 是怎樣 唐妖組織下來了 我就 告訴他 你要 剪半了 不用吃那麼多了 你不能一下剪齁 你說 這樣寫糖 你不能一下剪 搞血涯一樣 你不能一下剪 慢慢的剪 然後 八個月 我就要剪半了 唐妖組織是正常的 那 三高也正常了 現在問到腎 那腎裡面所欠的一個問題呢 現在 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 我因為啊 割眼睛有點不平 反應 我都要看別人 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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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我們講的 我們剩的一個指示 叫做 李宜溫 不是 不是 柯地理 就是 紀元宣 紀元宣 其實紀元宣 很難下來了 真的很難下來了 好 我們護士 護士 護士 其實紀元宣也下不來了 你紀元宣也下不來了 至少 但是呢 我們台灣為什麼要犧牲那麼多 其實大陸紀元宣本來 不把它當作 一個指示 像台灣 我聽那個 有時候要去 去 那醫生怎麼說 今天還好一隻 好 我聽了 會去去去 去 好一隻 喔 那紀元宣也要犧牲了 紀元宣算什麼啊 為什麼要犧牲啊 那紀元宣人很難過耶 那紀元宣一生就 沒過了 一天三遍 當然一天五千塊 五千塊啦 七一遍 你把那個人 打到十八成一遍 那麵都抹去 那很難過 其實紀元宣跟我的奧 還不是一樣 我們現在不叫奧 叫做頂 你就是 排水嘛 還不是一樣嘛 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做好啊 我可以把那個頂弄好啊 為什麼 等一下我再談 那你為什麼搞得那麽複雜 搞一個人 結果呢 他身上 衰竭魚 這個太殘忍了 太殘忍 紀元宣下不來 紀元宣要一年以後 兩年 才會下來 但是 紀元宣不影響的啦 還有一個是 尿蛋 這個也下不來 但是 這個不影響啊 我們要為了這個東西去搞啊 大陸人 他們那些是要洗身啦 拜託 你如果這樣說 大陸人死了之後 沒有啦 他們要那些人去洗身 沒有必要 燃養過剩 好 營養過剩怎麼講 塞了嘛 第三個 我們講水種啦 對 我們講水濕啦 我們終於裡面有一句話 百寒一楚啊 百寒一楚啊 一絲難去 最近我看到有一本書 好像日本出版的 它現在是 好像是日本 創銷最低名的 就是說 我們的小 安摩小腿肚啊 小腿肚啊 小腿肚啊 它是我們第二個心臟 為什麼 就是水濕啦 水種嘛 就往下 啊這個問題在哪裡 心臟沒有下去了 所以說 心血管理病叫做什麼 完全是心臟純打 心臟沒有力 沒有力 代謝不回來 啊你如果 能夠把它代謝回來的話 這些人都沒有力 沒有力嘛 水回不來嘛 他講 那本書講 說 喔你把我按摩這個肚 按摩這個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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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到腿肚子 水就噴了 這東西我會講 為什麼會這樣 一回來的話 心 我們的心啊滿腔了 滿腔的話 自然代謝就正常了 水種 水 後面最後是水 欸 唐鳥兵你給他做一個肚子 頭的肚子 頭的肚子 還要 十三 所以唐鳥兵是五肚子的 他就是 嚇死的 水啦 為什麼水呢 我們小時候都讀了書 他說 我們小學都讀過了 所以說 我們的 動脈帶著氧分跟氧分給細胞 帶著二氧化炭跟肺炸會回來 你現在血管阻塞了 硬化了 你的氧分跟氧分 進不了細胞 進不了細胞 進不了細胞怎麼樣 人是不是吸了 故意就吸了嘛 什麼慢性病 時間久了就是慢 慢就是時間長了 時間長了 那麼長的折磨 沒有人會吸不 結果人會吸不 結果人會吸不 所以說 你老毒脈這邊的人 我說 白日白 你就是吸汗 一定是吸跟汗 沒有一個例外 也沒有一個例外 你若 你若 養分跟養分 就是沒有細胞 二氧化炭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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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 你決定不能吃寒涼肺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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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知道有這些原因的話 從這裡解決,我們在那裡解決就對了 不要把它拖開了 從這裡解決,怎麼解決 我們幫我放第一個 阿,這個是我定理邪,這不是我發明的 這裡面講的 他講,這是三、四十年前的資料 這是二十歲的血管 這個是四十歲,這是六十歲 那我講的,絕對是從病理邪,絕對不會逃離 這兩個線 這兩個線沒有絕對不會脫離 一定是醫病以來 這是西醫院講的 這塊眼畫就是這裡 阿,這裡就概畫英畫 只要把這個背著這個 你不背,你背就好了 很簡單 但是,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去做 阿,問題就在這裡 有時候阿 讀書阿,要應用 不是太... 太四千 太四千、太四千、太四千 阿,要不要去應用 阿,這就沒效了 變成... 變成... 要怎麼去做 要這樣跟變成這樣 我們來探討一下 好,你給我聽一下 我們來探討一下 你給我放第二張 好,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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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 好,這個...這個小時候都打過了 小時候都打過了 不用...你沒有拉來 好 好 說不要,回血管清不要 這沒有心環嘛 回血管風和線 好,對不對 你只要把這裡面主宰的 把它排出來就好 好 很簡單 那就是這樣 但是...講也簡單喔 但是目前中西是辦不到 好,我們來講中醫 我們來講中醫 中醫,你要把這裡面白出來 我問你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我們中醫講的石解藥 石解 那個...大食物啊 石解藥 石解藥是什麼 藥物很強 而且大部分是含飲料 你照顧我就處理了 你要把這東西擺出來 這個常常吃多的話會傷腎 吃多的話會傷腎 但是呢 要以一種自然的方式 把它排出來 那自然的方式 我相信這裡面有很多醫生 怎麼講 他在講一句話 哎呀,你就是沒辦法問答 所以說你知道 放在那些問題上 但是這個讓我聽到 我一定要給它 我說 你如果有在家放在那些問題上 你給它好啊 你跟你講風涼話 對不對 你放在那些問題上 你給它好 你不知道是名義 啊不然你跟它說這個 人家就很可能 你跟它說這個 是不是這樣 現在就是問題出一隻的 動脈 給我洗我回來 現在 要怎麼排水 我剛才說一句話 一定是勞動運動 你走下去就沒辦法 好 要怎麼樣 打籃球 怎麼樣 打前場這樣去 好嗎 這樣一定排出來 所以我說 我剛才會不會 它很簡單 你去幫我做產做半年你就好了 做產做半年你就好了 我相信你大家有相信嗎 一定 半年做做你就好了 你出來嘛 你跟這個東西打排出來就好了嘛 問題是要怎麼去處理 要怎麼去處理 要怎麼去處理 要怎麼去處理這些的事情 要處理這些 這些都拿起來 要處理這些 我們要探討一個問題 因為你這個病理 你不講清楚的話 齁 緬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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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把這個病理搞清楚了以後 你哪有辦法處理啊 不然你就沒辦法處理啊 第一個 我們來探討 我們的心臟 欸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喔 我們的心臟 一顆眼鏡而已 不到一公斤 但是呢 他要夾一下喔 夾一下喔 因為我把所有的血打到我們的全身去 他夾一下的咧 依科學的測試啦 他是1.4到1.8瓦 這是 沒什麼難的 但是咧 你要知道喔 像我 我80公斤 我會 我會負多少 差不多10公斤 因為我做熱棒的經驗嘛 熱棒是密闢的 這就是我用做熱棒的 我想出來 喔 用我原理啦 物理因素啦 你差不多四百年 十五百多 因為那個維新館 比這個四年 比這個四年 你要打進去 那個壓力很大 你這樣壓一下 那個四五還要 你有辦法 你有那麼多 怕 怕四十公斤 走到威脅管去 你大概不會想像 其實啊 這個道理很簡單 一定要知道熱棒 你就很簡單 但你很多知道 這個機械的 或是這些的 他不知道醫學啊 所以說他沒辦法 你反應 這個其實這個團體 熱棒如果我密閉的話 我做熱棒 可以省多少 省90%的能源 為什麼能是98%的 其實這個東西很難 是坡的原理嘛 但一個東西 水啊 他就坡了嘛 他就越來越大的坡 是坡的船地啊 是坡的船地啊 就直接去了 一個洞輪給他 一個洞輪給他 他就可以走了 你知道嗎 最怕是什麼 這個地方有阻塞 一阻塞的話 就怎麼講 這個1.4了 就變成1.0 那醫生就感苦了 怎麼樣 心力就不足了 那心力不足怎麼辦 心力不足為了補償作用 心的跳快 心的跳快怎麼辦 心力不准就來啊 啊你 你本來跳起來 你現在 因為你要補償作用 你現在要跳兩個 那你一個 鋪了是不是 會怎樣 第一個心力不足 跳快 第二個呢 心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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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我們這裡借的路 這借你是每個 用五個捏 捏到大了 你同樣心力不足 你一個也捏 捏 心力不足 這是這樣來的啊 新加坡的錢 就是這樣來的啊 是不是 所以說 問題在這裡 你自己撤掉的 好 咱講 心血管疾病 包括縱貨 包括 什麼 心機梗塞 我跟你說 這 這 這 不是 會 告訴我 你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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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 你幾個 幾個 翻一下去啦,他不要血狀瘡 第一個,你要血管阻塞 高低血都會血管阻塞啦 齁 這是一個動員 第二個 第二個原因呢 原因啦 你那個情緒、壓力、科學問題 那一種被檢的因素哪影響 OK,那就是狀瘡 但是心情條件,你要阻塞啦 你如果沒有阻塞就比較省 不會,不要省啦 齁,所以說 高低血啊 都要吃刀 說我怎麼讀藝皇裝瘡 我說我怎麼讀藝皇 因為你今天睡不好 啊 晚上啊,你趴我這樣 趴兩天,十天不睡 你就去趕緊了 啊,手就自己 趕緊了 你說不去裝瘡 應該是很快就裝瘡了 齁,你如果說壓力 我們當然要當作壓力啦 齁 你這個不解決 一樣 齁 這是一個原因 心臟的問題 第二個 我們今天講的都是心臟的問題 心血管疾病都是心臟的問題 第二個原因 我剛才講的 齁 現在日本人會怎麼那麼暢銷 喔 這個我們的小腿肚是第二個心臟 這是水沒有回來 水沒有回來 水沒有回來 我們的心臟 一般的肥溶力不可能百分之百啦 如果有百分之八十五已經不錯了 我們的血液啊 血液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水啊 其他血漿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水的話怎麼辦 我們 我們的身體裡面啊 如果把它分解剖出來 有一個皮膚層 第二個 我們講 這綜藝的名稱 左禮城 第三個 肌肉 第四個 我們講 戰虎啦 第六個 骨髓啊 骨髓啊 左禮城 這裡啊 那些人看我 碰到碰到碰到 很漂亮 但是 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 藍光河 水是 為什麼 我們講 這個地方很多的維血管 維血管的話 我剛剛講 動脈維血管 靜脈回來 有沒有 維血管 有沒有 其實 這個 這個裡面啊 講到這個 維血管 在左禮城的維血管 齁 這個東西也可以結合喔 其實這個 這個地方我們講的 在中醫裡面講 胃去 把胃的胃 我們拯救的地方 拯救 拯救 就是打痛 我們講 身體 為什麼會產生痛 痛 中醫來講 有兩種 有兩種 第一個是 不容則痛 營養不足 不容則痛 第二個 不通則痛 大部分都不通 不通 維血管在那裡 你拯救一下 他就不怕了 讓他通了就不痛了 不通則痛 這個是 你找中醫的邪 這個是 他的病理邪 在中醫來講 是病理邪 這個很重要 不容則痛 不通則痛 嘿 這個明年齁 都在這裡 所以說 拯救非好 但是呢 還有一個痛 在哪裡 第二個痛 這個是維血管 裡面 我們講的 靜落 第二個 以前呢 中醫常講的 阿四線 我常常說阿四線 阿四線 阿四線 阿四線在哪裡 在我們動脈 比較深 比較深 而且要力量要大 來按摩 阿四線 我說不 這個 自己要的 這個 要做重病 跟做阿四線 重病的話阿四線 喔 他 他怎麼樣 你一按摩的時候 他要重 而且你按的時候 他會阿阿叫 為什麼 不通則痛 那個時候是 共脈不通 那是影響很大 好 這個地方走理層 在西醫怎麼講 西醫是我們的 這個 防疫大官阿 免疫系統的大 在皮膚裡面 最大的本源在這裡阿 抵抗外乎阿 在這裡阿 在這裡阿 這個地方阿 很趣 這個中醫西醫是可以結合喔 好 我們的水 我們的水 好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水 那水會滲透 你如果到維血管的時候 水就出來了 就到維血管 維血管 它肥溶力 如果今天 一般來講 標準八十五 你如果說肥溶百分之六十的話 可以怎麼樣 這是水種引起的 我怎麼講 百寒益處阿 一絲難去 對不對 他回容不來阿 我問你 這個八湯水而已 我們以前生結尾的有沒有 你來湊溫溫 你要把它擠下去 哇 你現在一半而已 你把它擠下去 頭前就落了 沒力了 沒力 怎麼講的 1.4到1.8 對不對 現在變成1.0到1.5 是不是你心臟要跳快 因為補償作用 所以說高血壓 為什麼 高血壓不是問題 它是補償作用 因為 其他的身體需要 因為 各位觀眾朋友 老下水底 老下水底指揮的 老下水底怎麼樣 我們細胞是用滅溫力帶指揮的 好不好 老下水底 它是指揮官 如果說 它的內蜂蜜是什麼 是用內蜂蜜去傳遞的 內蜂蜜去傳遞 內蜂蜜去傳遞 他就這麼說話 我們現在你說的傳遞 他不是用內蜂蜜 他 現在說 我四肢裡面 我缺血 我沒有力 沒有力 用內蜂蜜給他 還是說 我這裡脫掉 我沒有力 對不對 我是用內蜂蜜給他 說 老下水底 老下水底 我這裡沒有力 他是不是拿到一匯 拿到一匯 拿到一匯 他這個 有號出 腎上腺素 好一點 這也就是我的內蜂蜜 好一點 就跳快 你知道意思嗎 是這樣 我們的身體運輸是這樣來的 所以說 他就不夠 為了補償作用怎麼樣 心就跳快 為什麼 你不跳快的話 欸 這四肢會死亡 他沒有來的死 他就跳快 跳快 好 飛舞剛剛的狀況 你跳快的話 怎麼樣 心意不整來 心意 後來就來了 心臟都沒有錢做 就是這樣來 好 現在我們大家了解了 要跟我們講結果 要怎麼處理 問題在這裡 這幾個變的原理就在這裡 那你要怎麼解決 你要怎麼解決 第一個 我剛剛有看到 我不曉得 剛好那麼巧 這裡有一個點 我整個絲花 他寫得 寫得好像很多 我把我的 我現在叫做點 我不叫 噢 點 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點 那個 吳醫師 你讓我看一下 我們的點 大概大家都知道 以前中學有沒有 在做那個 噢 他以前叫噢 我現在不搞噢 叫做點 有限公司 製作點 這個點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我相信很多人 一半爬都爭過 吼 這個點 裡面就有限公司 一個,負離子 負離子做什麼? 抗氧化,我想是正電、負電嘛,酸減嘛 就是抗氧化,負離子最好嘛 對不對? 在那個頂裡面是溫熱的 溫熱的話,我們細胞張開了 張開的話,怎麼講? 我跟你講,負電基地正電出來,就這樣去交替 了解嗎?酸減平衡 這個叫做細胞修復 就是我問一下細胞修復 另外一件 另外一件是什麼? 我這個頂的原理是左旋 我們有左到右 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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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 另外一件,如果說 坡是一樣的 我們這坡 坡是 是一樣的話,它會產生 共振的作用 這多愛一波,我講過意思 會產生共振 那會加速怎麼講 心臟的循環 由左到右 心臟的循環 我們來探討,什麼是運動 我們運動 為什麼心會跳快 運動是肌肉的 縮壓 因此心臟的跳動 我這個是用眼融外線 用眼融外線 直接通血管 做到它循環 在我們的頂裡面 心跳會144以上 144以上以上 就剛才說了 你如果有10條 你睡在那裡 你每天穿得好 你144以上 第一次的運動 但是呢 你會想說 噢! 心臟跳得快 這個人也沒有命 我跟你說 我做十五年了 人也幾百年了 沒有一個出問題 為什麼 在裡面是溫熱的 那血管扣得那麼大 我跟你說 一些安全的 很安全 我現在是給它縮 一縮的話就完了 心臟梗塞啦 包括那些糟糕都是瘦 你看我這麼大的東西 齁 144以上 那你 你410 跟你招一百公斤了 那我問你 老洛產局 有我的党嗎? 有党 他就有党擺出來 他就有党擺出來 他在裡面 這個 剛才看 這個 用我的党擺出來 我這裡 這個地方齁 我這裡 因為這個是我的論文集 齁 這裡面當然 這本書呢 我直接 就下筆了 我就不講來龍親王 但是呢 你要看 原理的話 定理的話 要看這本 因為 我這兩部分 如果要寫給他 就出很多本 所以說有一些 定理的部分 我就仔細做 好 這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 你給我量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給我量一下 哪個地方 好 共脈 硬化後 血管內的 會晤清楚 細胞的治癒能力 可以恢復 原有的血管 寬軟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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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軟 但是在病理學 都這麼寫的 他都沒辦法 病理是這麼寫的 你說硬化以後 就失去 但是哈佛那邊 已經援救出來 可以的 你把它排出來以後 會變快變軟 好 這裡面 我們 我有詳細的說明 為什麼 今天時間 沒有16個說 144 這個時候 會產生 如果說我今天來講 運動 激烈運動 激烈運動會產生什麼 配乳酸 這個乳酸 這個乳酸 所以說我們這麼多人 也有 你不可以今天運動 你今天運動會產 乳酸你就做不了 但是你裡面不會產生乳酸 好險 這個乳酸 還會被我的物理子中了 對對身體無害 完全無害 第一個 是非解決你的乳酸問題 甚至於把這個毒 我現在目的在排毒 就把這個裡面的毒素排出來 就是為了目的就是把他毒素排出來 但是 沒有副作用 完全 一點副作用都沒有 但是 跟運動 運動也有一個 我這個有青年 為什麼 你跑的時候 是不是肌肉的運動 關節的運動 但是我沒有 你如果要拉 我們講拉筋 你把它拉筋 因為我不去走 不去走 但是這一個更有利益 再來 一百四十字的關節 你說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我去三分就可以了 為什麼就要去那裡了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我會到深層 五到六公分 一定到我們體內 這個排的是 體內汗 因為血管很青 它可以 五到六公分 那裡面血管都 因為很青 那只有 也能夠帶入 如果說 今天來講 好 我們到三分 那個流的汗就是什麼 透水 吸透 我剛才說 只有 只有在走旅程 那個光 那個叫吸透 沒有 你一定要跟北來的 裡面 要流的汗 汗 不然人家會引起 人家會引起 所以說 沒有一樣的地方 好 好 我這樣時間也到了 好 那我再講 一下中醫的理論 為什麼這個變配好 最後最後一個結論 最後一章 好 這個原理在這裡 好 我 再講一個 我們講 古代的人 齁 不為宰相 作為良利 有這幾個 所以說 比高起來來說 做國的 比較 比較有地位 如果做良利 比較沒有地位 所以說 這些人 有 這些良利 就是地方上 一些科目條的 有 準備看 準備看 好 你看看中醫的醫學 裡面寫的 齁 說實在的 你叫天仙來看 就看沒有 寫的很 寫的很 說到大家 齁 我要研究的 我就討好 那幾個大 其實有那麼難嗎 沒有那麼難 讀中醫本來就很簡單 這兩個讀法出來就很簡單 有那麼難嗎 沒有那麼難 你要故意 他就故意代表說 他有寫文 他對他有寫文 寫的特別寫 寫的齁 最後你大家看不 再來 怎麼樣 最後不要給我購 這東西我的專利 你不要給我購 我的東西就是我的 就這樣 就這樣 你這個人可以賭給我 就這樣 我剛才說的 我今天出問題是 我自己說 我煮兩人生 再吃兩包 給我 產生 因為我本來是正常 但是你要把我吃的時候 我變成沒有正常 我變成 怎麼說 什麼就是病 這裡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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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到這裡 我踩到這裡 我踩到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把你踩到我的尾 尾尾 我要怎麼 我來處理由 你把尾尾尾也解決掉了 我就放下來 但是我不是 我不是這樣下來 是在打扁以後 你屁又起來了 我還跑到頂上去 你知道意思嗎 再說一下 紅斑線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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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太多人了 但是紅斑線兩場 消息意識沒辦法 然後紅斑線兩場 就是你 你 你 美意信長出問題 喔 你告訴我 一個大帽子 一個憲法 你哀嚇下來 喔 我頭一頭 講得詳細 那些人是怎麼來的 鬼斤來的時候 啊 人家很悲哀的時候 你把我消消炎煮痛藥 你把我吃這塊蠟 吃蠟蠟的時候 什麼是消炎 消炎 那個炎是兩個喉 泡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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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不爛 沸沸 心臟不爛 那什麼 招來心臟 招來提心臟 把那些 眼睛不是很髒嗎 招去全身去了 那這樣好不好 啊 所以說 產生了各種身體的病變 阿我問你 這種病變來講 中西醫生會很難處理 對我來講 是不是會很這樣 你跟轉到洞 轉到洞 把它排出來就好了嘛 聽懂了 齁 轉到洞 排出來就好了 你這個跳一定是這樣轉的 你不能逆轉 逆轉就變 好 我們講膽化 膽化就是逆轉 從膽化經來逆轉 逆轉就是變 這幾個原則 原則抓住 不要去 吹那個小細節 吹把學子都沒了 重點 大到抓住 就是這樣走 你卡到了 就是生病 卡到了 就這樣滾到 就好啦 為什麼吸血行完 就好啦 一直轉動 你心臟跳得很快 是不是轉動 轉動就好啦 卡到的話一定通過阿 對不對 一定是通過阿 另外一種 中西醫來講 我相信西醫也應該會答應的 上熱下寒 所以說 旁觀是冷宮 腎上是冷宮 上熱下 就包裝 剛剛熱 心熱這一天 但是咧 我們身體可以自動調整的 你剛轉到動 熱往下走 寒往上走 是不是調整 所以說 我們身體是一個陰陽調和的 冷熱調和的 是 是 這個裡面是不動的 是不變的 你如果把這個原則抓住的話 就 最好讀 沒有什麼難讀的 你還轉到動 對不對 轉到動 對不對 你哪裡卡到了 好 有一些頑固型的 別說 我剛才說的 等你 人火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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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處理 新來人 每天吃得很好 肥也不要補 你 嚇太好 什麼講 氣拉不動 這個是氣喔 這個是血 氣拉不動 要補氣不要補血 吃得太好 每天都 欸 你每天都吃得太好 吃得好 你本來就貪了 你又吃得好 所以說 你如果好 你如果說得好痛 痛的時候 你不要補血 因為你每天都吃得太好 以前人 爬到現在人 爬不一樣 以前爬是魚 現在爬是誰 現在是想要 過勝 過勝了 就是這樣 當然啦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也沒辦法 還要下去 其實 因為 因為我真的 看不到這個字 隨便 胡說八道一通 謝謝各位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我們謝謝 陳董 陳董 大家 這個 休息五分鐘 那我們 大家